一直由多名荷兰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天文学家团队 首次在一个年轻恒星周围的行星形成盘中观察到了本分子 除了本分子 他们还看到了许多其他较小的碳化合物和少量富含氧的分子 这些观测结果表明 与我们自己的地球一样 在这个盘中形成的岩石行星相对缺乏碳 这些科学家们于周四晚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 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距离我们约500光年 位于天蝎座方向上的年轻小恒星J160532 在这样的小年轻恒星周围 许多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在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盘中形成 直到现在 由于先前天文台的灵敏度和光谱分辨率有限 很难研究这些盘的温暖内部部分中的分子 为了进行研究 科学家们使用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上的MIRRI光谱仪的数据 MIRRI可以透过晨云看到内部盘中的热气体 并且特别适合测量内部盘中的热气体 MIRRI光谱仪的主要光学部件是由荷兰天文学研究学校设计和制造的 除了首次在行星形成盘中观察到本分子外 研究人员还首次看到了碳氢化合物二乙缺 以及异常大量的乙缺气体 这是一种非常活泼的碳氢化合物 引人注目的是 这个盘中几乎没有水和二氧化碳 虽然这些富含氧化合物通常在其他尘埃盘中发现 识别这些分子需要与测量实验室中光谱的化学家密切合作 研究人员怀疑 本和乙缺是在活跃年轻恒星摧毁碳丰富尘埃颗粒后释放到盘中的 剩下来的尘埃颗粒将包含相对较少碳的硅酸盐 在后期阶段 低碳颗粒聚集成更大块 最终变成像地球一样的岩石行星 这种情况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自己地球上缺乏碳 与此同时 研究人员正在处理来自其他三十多个年轻恒星周围的尘埃盘的数据 预计今年还将有二十个尘埃盘的数据 通过这样做 他们预计将发现其他分子 并获得有关从最小的恒星到质量 是我们太阳的二至三倍的恒星周围行星形成的更多知识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Beno Tabon总结道 这项工作只是对类似于我们地球形成的物理和化学条件的第一次瞥见 合著者格罗宁根大学博士生Ditya Arabevi补充说 将会发现更多分子 无论是在J160532盘中还是在其他盘中 微博不仅是天文学家的游乐场 也是分子物理专家的游乐场 调查是在JWST保证时间观测计划Minds中进行的 该计划由Inge Camp和合作领导 格罗宁根 莱顿和奈梅亨的天文学家密切参与其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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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